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新北市今天新增了265例的本土确诊依旧是全台最多 而且接下来东武廉价即将来临 担心会重演母亲节的群聚效益 那么新北市长何友宜在今天也跟进中央了 呼吁市民在东武廉价不要返乡不要探亲 因为在新北的确诊案例当中 家庭群聚超过了四成占最大宗 另外也要求了严重的疫情热区 非必要的民生场所通通建议停业 包含了饮食还有日常用品之外的零售业 还有休闲奢侈品的消费场所 都是建议停业的类别 要维持更低度的活动才能避免疫情扩散 端午节也要搞 所以亲戚朋友要走来走去 不要不要再做会吃饭 所以未来这两星期是最重要的关键 要市民再忍忍端午节也别回家探亲 因为根据新北近三天疫调分析 有一半感染源来自家人以及职场群聚 万华及市场分别占五个百分点左右 医院及养护机构则是有百分之三点四八 其中有超过四成属于家人聚会占最大宗 要控制新北疫情 市民活动得比低度还要再更低 人流管制非必要不要外出 民生场所非必要的民生场所暂停营业 新北热区中的热区一共二十八个重热理 严加管制 非必要民生场所 包括饮食及日常用品以为之零售业 还有休闲及奢侈品消费场所 都是建议停业类别 至于土城爆发长照机构存距感染 新北是否比照北市 将长照工作人员纳入优先使打疫苗对象 侯友宜很无奈 因为疫苗实在不够打 韩话中央一有疫苗就给新北 毕竟市民在有自治力 没建立全体免疫力 疫情还是难以控制 记者综合报道